这些人类智慧99.9%的人都不知道 生活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平时吃个蛋糕都要小心翼翼 你可以把蛋糕倒扣在盖子里 就可以放心吃了 吃完的蛋糕直接用盖子盖住 也不怕奶油粘得到处都是的 想要蛋黄分离 用勺子又分得不干净 你可以用蒜在手指上搓两下 这样就可以徒手抓蛋黄了 天气焖热拍冰车的 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个生姜片 在手腕两根手指的地方 用创可切贴住生姜片 或者直接在创可贴上 第一几笔三楼巾 就可以有效防止冰车了 平时挤酱料包总是弄得一手都是 还挤不干净 你可以把酱料包用盖子盖住 一冲拉就可以挤得干干净净 也不会脏手 平时开个火腿肠 上手和上嘴的还是打不开 你可以用一根牙签穿过顶部旋转一下 再沿着剑撕开 就可以轻松拨开了 吃完泡面总是见了一身油污 你可以加牙膏和洗洁精 再用温水揉搓 油污就能洗掉了 果然牙膏除了牙都能变白 家里总有各种大小的垃圾袋 普通垃圾桶难以适配 你可以在两边贴上两个罐工 这样各种大小的垃圾袋都能套 才可以做到干湿分离 终结懒人会一次性套上好几个垃圾袋 用完拿走最上面那一个 也不用再套袋了 平时开罐头怎么都数不上进 其实只要把拉环转过来 就能轻松打开了 或者拿一根勺子撑开拉环 再用勺柄支撑撬开 不分力也不容易划手 你还有什么生活小妙招吗 不容易划手